寫一小段話 那你起個頭 我聽聽看 我不要講真的好很幸福 你給他起來 對... 我去哪裡 他都會跟著我旁邊 好像我生命中 已經不能沒有這個人 我也是第一次 見識到自己的 堅強 然後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為了愛 做出多麼犧牲 或是多麼徹底的改變 第一個題目是 兩個人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先不要說 先不要說 要想一下 然後我說1 2 3的時候再說 對啊 要想一下 兩個人第一次相遇 你講錯你就死定了 這應該是全國觀眾朋友都知道了 好 我講給我一個時間 對啊 有太久了 第一次 你不要太過分 你現在在一個位思考 好 好 1 2 3 三國志 書校 學校什麼東西 你現在在叫思學上女嗎 對 對 三國志 對... 是不是三國志 我去錄影的時候 對 你會想想嗎 然後就覺得這個女生還不錯 然後就認識一下這樣子 哪裡不錯 找到還不錯 個性沒有可圈可點的地方嗎 個性還可以 還可以 對 就看一下嘛 好啦 多認識 對 我最喜歡你什麼地方 那你只好好的講 我要休息一下 這個不用一起講嗎 要一起講嗎 你應該有感受到 我最喜歡 總不會是帥氣這一點吧 那沒有答案 不是帥氣 我想一下 好 好 1 2 3 好脾氣 好 隨便算吧 隨便隨和算啦 還有我很喜歡你 但是你隨時隨地都可以逗我笑 對 我今天心靈不好跳舞 給我看 不夠 不想 要再好 好 我怕你家起來跌倒 好 那再一個是 你上一次說愛我 是什麼時候 簡單 好 我也覺得簡單 好 3 2 1 今天早上 對 好 好 而且我是 因為我每天早上都在幫 幫你穿衣服 然後好像一套衣服的時候 我就會說 你今天好愛我嗎 看來是這樣很煩 但你要回答 有啦 有 有多愛 超愛 對 對 差不多就這樣 剛剛跟我認識的時候 他就說過 他從來不幫女生拍照 對不對 其實我沒有當過別人 女生拍照的 我之前女朋友 都拍他們自己的 對啊 我不太會去做這件事情 他就會願意為了我去學 如何幫女友拍出好看的照片 我就看到他在搜尋這個 我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就覺得 很棒耶 這是他 因為愛我而做的改變 這樣好像在拍偶像劇喔 真的漂亮 就讓我們來玩一個 偶像劇的劇情 怎麼辦 我先走一步 我就會說你的優點 例如說我覺得你長得很可愛 那我講什麼 漂亮 對啊 那我覺得你很有責任感 那我覺得你 等一下 你下次會偷學我 好 你這樣有點偷吃步 我覺得你 很有 很會保護人 好 對 我很會保護你 好 那我覺得你很有才華 我們這邊有講喔 對啊 跟人講一個 才可以走一階啊 那如果你講不到 你就會一直聊 今天我先回家 那我覺得你 漂亮 最後要求我 來 退兩步 再多講一個 Jenny 頭髮 頭髮你都講出來了 把你越來越遠囉 好 Jenny 漂亮 不要害羞 看 我是會比較害羞 講這種事情 然後他是一個很漂亮 又很聰明 然後很多事情 決定之後 他就會決定 去這麼做 這麼做 也沒有什麼後悔的 所以我覺得他很棒 很多事情 我怎樣 你 不會拒任何 外在的力量 我可以抵抗一切 也是啦 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會這麼多酸民罵 對 好 那我覺得 我覺得你 吵架的時候都會先道歉 不管是我對還是你對 這 是不是 我這太兩不切了嗎 你 還要再退 我覺得你鼻力很特別 我覺得你漂亮 你鼻力很好 好 鼻力很好 你鼻力跟我講得差不多 然後你 你爸很高 我爸很高 都可以講得上 你 我覺得你的臉很大 很可愛 你的臉很肉啊 很可愛啊 這樣這樣子的 好啊 當你真心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他的缺點都會變成優點 是真心覺得好可愛喔 就是覺得 這個人的臉怎麼可以這麼肉 像個肉圓一樣 你好 好 我們今天有預約要做 推製玻璃杯 那你們可以先幫我從台上 選擇你們想要的杯子款式 你要做給我這個 其實你剛剛還沒有選的時候 我就知道你會選這個 為什麼 因為你每次一定會選 所有裡面看起來 最滑巧的 那我的話 你已經做一個這麼花了 我選一個 這個好不好 簡單一點 OK 老師妳好強喔 妳平常做這個都不會害怕嗎 我知道哪邊會燙 但還是很熱 持續的轉動 就可以把玻璃膏拿出來 那我們一開始 先這樣一點點就好了 等一下我回去 第一口氣要用力一點吹 好 來囉 吹囉 對 請用力吹 加油 對 這叫好緊 這是髮器灌進去 再來喔 加油 有 好 無題 先看一下 成功了 有明顯的 還是有在膨脹 你做得很好耶 先吹這麼大就好 那你的雙手幫我攤平 蓋上來 來回那個轉動 溫度變得夠穩 它會變硬 好玩嗎 好玩耶 你以後願意陪我手做其他東西了嗎 可以 這個可以 耶 這是什麼 這個是因為玻璃杯 沒有那麼快收到 還要等一陣子 然後他們很貼心 要把我們準備了這個卡片 所以我們就手寫一段 可能你有想對我說的話 這樣會太浪漫嗎 太儀式感嗎 不會 不會 我覺得這很好 而且你情人節也沒送我卡片 這 她已經聽一聽很多次耶 哪有很多次 第五次 誰叫你 交往的時候我就已經規定你什麼 每一年都要給我 手寫卡片 那你今年竟然忘記 就 明天要寫給你 明天要寫什麼名字 現在 一邊寫 慢慢寫啊 現在 對 手寫還明天啦 明天嗎 你要帶回去慢慢寫 當然啦 好啦 好 現在先寫一點點 我看 沒有啦 我看一下啦 沒有啦 寫一小段話 那你起個頭我聽聽看 親愛的 親愛的 我 我爸講真的好很幸福 我自己給他起來 對... 好 小心一點寫啦 對不起 我的老公是柯震東 你記得嗎 對 我這個人是比較實際的人 真的進行到那一步的時候 我們對彼此的稱呼 再改掉 不是說我拒絕 我只是覺得說 當下身體 匡複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的身體狀況 的不安定 然後變成說我原來有點 不能一直抓著他 因為抓著他不行 我希望有一天 他完全恢復的時候 再來決定 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並沒有說一定是 今天我照顧他 他就一定要對我負責任 生命中有他的陪伴 我覺得是很棒的事情 那希望在他厭反我之前 對我們倆會有一個好結果吧